非得莫王非得早餐 我是唐交楼 民国208年9月13号星期五 礼拜五的时间 虽然是中秋节 但没关系 我想今天会有很多 起早赶晚的 尤其三天的廉价 很多人这个时间点 可能开着车 准备出门玩 或者在高速公路上面 都没有关系 还是欢迎你加入 非得早餐 好那今天的 礼拜五的非得早餐 每个月我会有 一个小时的星期五 我会安排旅游的单元 会从市场上面 去挑一些旅游的产品 好那今天我们介绍 两套的旅游产品 除了现在我们现场的 那分达旅游的 这个产品部 那纽澳马兴县的 这个限控的 这个吴凯文在我们现场 凯文已经来过 来过几回 待会跟凯文聊 另外待会我们会聊一下 我不久之前 才刚去搭过的 到高雄去搭过的 这个就是说的 云顶的这个 新梦游轮系列的 世界梦号 好但是我们先来 因为凯文今天来 凯文来的话呢 一定是跟 跟东南亚有关 尤其是跟 马来西亚有关 你是专门附在马来西亚 对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就归你管 对没错 而且我注意到 芬达 芬达现在对于 马来西亚 因为马来西亚 其实还蛮大的 对 那你特别 侧重在 侧重在马来西亚的 沙巴的这一块 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一块 不管是吃喝玩乐 再以观光团来说的话 是可以 对一个 不管是要自由行 或走团体的客人 都可以有他们自己 想要的方向 对 不是说只有针对旅游团 对 如果要自由行 度蜜月 其实都还蛮适合的 对啊 蛮休闲 悠闲的一个地方 对啊 不像一般旅游团 比较紧凑 芬达 芬达 我不晓得感觉 芬达显然在沙巴上头 花了很大的功夫 是 你们经营沙巴很久了 沙巴有 大概十几年了 十几年 对 那这十几年 一直都在成长状态 是 因为我从你每次来 我们大概 大概半年左右 会见一次面 对 每半年见一次面的时候 我都觉得 你们的 你们的业绩 好像更好了 是吗 就是都有在成长 今年 我坦白讲 碰到的旅游夜 哀鸿遍野 哀鸿遍野 沙巴到一直都是 团体旅游的市场 对啊 所以到还可以 对啊 我这样问你会有点笨 因为我讲 讲到我们好像很熟悉 问问题是沙巴 我又没有去过 对耶 因为我没有去过 所以 所以我只能够 每次要访问你之前 我就把一些沙巴的 我就在网络上 交一些图片 去培养一下感觉 当然跟旅游差很多 好 但是因为你们已经坐了十多年 对 那去沙巴玩的人 怎么样的人会想去沙巴玩 然后去沙巴玩是什么感觉 因为沙巴它不管是 在饭店 或者是在餐食的部分 其实客人都可以在网络上 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 对客人其实在网络上看到 就会想要去度假 在最主要它的价格 真的吗 对它的价格 东南亚的岛屿很多啊 对啊 可是因为沙巴的价格不高啊 因为我刚刚进来前的时候呢 这吴凯文跟我讲了一个价格 因为你们现在手上要推的 跟沙巴有关的有四套产品 对不对 对总共有四套产品 那你刚跟我说的最便宜的一套 就是鸡家酒的等于是自由行的 对算半自由行 半自由行的鸡家酒 然后有送一个tour 有送一个tour 就是tour有怎么样的选择 tour的话我们是送一个离岛 OK就鸡家酒五天 对 然后送一个tour 送一个tour 你说你刚跟我讲一个人不到两万块 不到两万块 当碰到这种时候我一定都会问 我问说那以前卖多少 以前你跟他说你跟我说大概会最少差五千块 差不多 那这个价格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价格 10月9号双十节 双十节 对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正在过中秋节的廉价 没错 下一个廉价就双十节对不对 也是三天 四年休 四年休 对 哇你们四年休的时候可以开这种价格 对就是给想要出国 但是预算没那么高的一些朋友可以去 当然如果两万块不到 你想OK去玩五天 因为你想四年假 我就算我不出国 我在台湾 花个花个花个一两万很很基本吧 你如果要这么晚 很快台湾其实现在的费用 台湾的旅游的成本其实还不低 是啊交通啊饭店上 所以如果说两万块不到 然后四天的廉价 你是10月9号出团对不对 对 就该出发 那涵盖四天的廉价 两万块不到 可以出国到沙巴 那个应该很有吸引力啊 蛮有吸引力的 好那你另外的三套产品是什么 另外三套产品就是针对不同的族群 在饭店还有行程上 我们有做一些升等 对那有四星级的饭店 也有离岛度假村 当然也有五星的度假村 有不同的产品让客人选择 对 好因为因为我跟凯文聊过 聊过两三回的沙巴 虽然我没有去过 但是虽不能致心向往之 听着吴凯文聊多的时候 感觉他们好像去玩 我玩过一样 沙巴因为它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联邦 马来西亚的主体吉隆坡呢 是在马来半岛上面 但是马来西亚联邦不是只有这一块 因为它还有在婆罗州上面的这一块 对那沙巴就在婆罗州上面 对没错 好但是因为婆罗州是除了 你看你看维度就知道了 婆罗州的这个维度线一化 它其实跟亚马逊是同一个维度 它就是热带雨林 对所在的位置 所以除了亚马逊以外 地球上面最大的热带雨林区 其实就在东南亚 在婆罗州的这一块 好所以你如果到沙巴去 如果你说我好想我都没有去过亚马逊 我好想去看一下热带雨林 你不用跑那么远 其实你到婆罗州就可以了 对 好所以到沙巴的感觉就是 因为因为婆罗州是一个很大的岛 对啊 那这个很大的岛当中来讲 除了汶莱 汶莱也在上面嘛 对不对 对 汶莱在婆罗州的这个北边一点 那再来就是沙巴的部分 沙巴呢是属于马来西亚的 所以如果你到沙巴 你就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热带雨林的风情 对吧 是 又可以玩海水 海水 也可以玩热带雨林 可以 动静皆宜 我被你讲得好像 好像好 那通常你们 你们你们你们去 因为这个产品的产品的价格 当然跟你的跟你的时间 然后跟跟你跟你的吃住有关了 当然 旅游坦白讲一分钱一分货了 自由行另当别论了 自由行基本上面你自己就规划 好但是如果五天五天的时间 以你们产品来讲 五天通常怎么规划 五天通常我们的规划 会有一天的离岛 那一天当然就是在热带雨林 看婆罗州著名的长壁猴 是长壁猴 好像去人都一定要看 基本上 因为长壁猴是婆罗州稀有的动物 好那像你们五天的 我这样子顺着走 让大家更能够清楚的感受 五天的时间 那如果从台北出发 然后它是直飞沙巴吗 直飞 马来西亚直飞 马来西亚是哪一家航空公司 马来西亚航空 马航直飞沙巴 是 飞沙巴之后 然后航班的航班时间是什么时间 是一般的时间还是这个时间 就起飞的时间 就你们你们现在的产品 我们现在的产品时间是 晚上的凌晨两点多的时间 凌晨两点钟飞 是 那到的时间的话就等于是天亮的时候 到天亮的时候 所以一落地就开始玩 一落地就开始玩 就先开始玩 所以你可以玩完整的五天的意思 对 足足五天 足足五天 对 航班回来时间起飞什么时间 回来是七点 你说晚上七点 晚上七点 真的 整整五天 就是足足五天四夜 不浪费 我还以为你们 因为很多航空公司说的 五天四夜或六天五夜 因为经常掐头 掐头去尾的 其实就是 可能我晚上十一点钟的飞机 也跟你算一天 但是你们并不是 你们这航班 你们这航班就是很完整的五天 就是下班就冲了 不是冲了吗 两点钟起飞的飞机 我干嘛 下班就轻轻松松 下班还可以 还可以轻轻松松整理一下 行李先不用整 下班再回家整理 就可以 也OK 对再回家整理 然后再到机场就可以 好那 因为到的时间是早上 那早上之后就开始玩 那你们行程怎么安排 早上到的话 我们会先安排早餐 然后再带大家去离岛 做一些马来西亚沙巴的市区观光 所以第一天就先到离岛 对 第一天会先到离岛 到离岛 OK 那离岛 离岛就都是水上活动了 对水上活动 肤浅 然后中午吃个BBQ 对 这些都在团费里面 在团费里面 就是如果是跟团的话 他有其他的额外收费 就是你讲的这些活动 是都在团费里头了 对啊 当然其他水上活动 你有想要参加 当然就是在现场 对啊 像有一些的水上活动 当然是需要花点钱的 如果你要拖曳伞 这些 他当然就不可能 包括团费 因为有的人也不玩 所以你可能 如果真的想玩这东西的话 那你可能要再 另外要再付费 好 那水上活动 在离岛待一天 然后呢 然后我们有 第二天就回来 对 当天就回来 然后第二天 我们再安排 静态的长壁后 对 沙巴其实 沙巴应该也不小吧 对不对 不小 蛮大的 好 那你们就反正 因为都拉车嘛 是 那从沙巴的首府 然后离岛回来了之后 然后往热带雨林走 那因为有四天的时间 那这四天怎么安排 对 就是一天我们做离岛 一天我们做长壁后 一天有一个红树林 对 就是也是走热带雨林 那红树林 跟我们的红树林 怎么不一样 因为长壁后的红树林 是看猴子 对 那我们另外安排的一个红树林 是看夕阳 因为它在海口旁 对啦 因为沙巴 沙巴的位置 是在婆罗州的西边 对不对 对 但是因为它的夕阳 是南中国海的 所以是 嗯 它的整个上升的速度 大概就15分钟 到这样下降 对 OK 对 因为它的位置 只能看西洋 对 那个位置 对 那那边安排 我们也当然安排了一些活动 嗯 对啊 比如说腊篮啊 踩高桥啊 嗯 对啊 嗯 可以供客人玩 好 那再来呢 第三天 第四天呢 你们还有哪些的行程 还有饭粥 有安排饭粥的活动 饭粥 我基本上只有讲过 那边有一条的溪流饭粥是很好玩的 对就如何 有危险吗 没有 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饭粥 好像秀孤兰西在饭粥 秀孤兰西那个对 它那个如果小朋友太小是没有办法玩的 但是你说的这个沙巴的饭粥小孩子也可以 对六岁是可以的 因为去沙巴我听说啦就说其实很多是家庭旅游 是 对不对 居多 对好那家庭旅游 但你说你说你说就说这个这个双人游 ok 情侣旅游当然也ok 但是我听说沙巴呢就说家庭旅游还蛮蛮多的 所以暑假也是这样 那家庭旅游的话 当然就要考虑到就是说 我说家庭旅游的安排 它必须要小孩好玩 大人也好玩 对两边都要尽兴 这个会 这个在安排上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的旅游就是说小孩子觉得很好玩 比如说去迪士尼爱小孩一定好玩 对 大人有点累 对大人就累 然后就排队嘛 大人就负责就去排队 然后买买食物 所以大人就很无聊 那你还怎样算门票 所以大人去迪士尼去一次勉勉强强 多去你就无聊 小孩有好玩 但是也有一些的可能大人觉得不错 但小孩很无聊 所以大人跟小孩落差很大 但是沙巴是大人小孩都ok 对 不管是在肤浅在猴子 或者是走红树林 小朋友都会有不同的感官 对 我没有去过 我就不太能够想象 就是说沙巴现在为什么 就是说旅游这么热 那你们这些年 尤其像现在到了 到了秋天的时候 因为他在热带雨林区 所以也没有什么季节的变换 对他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所以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是没错 那短秋短裤的就可以 但他应该有干湿季啊 这个时候会下雨吗 他的下雨大概都会落在年底 大概是一二月开始 到明年的一二月 对 所以这个时候去是很ok的 对没错 好那像这样的团 那吃住呢 吃 吃的话在马来西亚沙巴这块 大概都会以海鲜为主 对因为他的海鲜 不管是虾子螃蟹 对都蛮多的 我们都安排几乎都是海鲜餐为主 对 对一般马来西亚的食物 以现在台湾人对东南亚食物的接受度来讲 马来西亚食物应该没有什么适应的问题 不过因为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 那跟你们去玩可以吃到猪肉吗 可以 你干嘛很紧慎 因为我突然好像 这个是一个 这可能会很多人问吧 因为台湾人很习惯吃猪肉啊 有 有旅游团的话 对 所以他们不会因为是回教 当然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温和派的回教国家了 所以他们有很严格的戒律说 说吃不到是猪肉 旅游团 旅游团是可以吃得到的 可以 一般人或者一般的马来人餐厅是不提供猪肉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好那吃那住呢 住的话我们有分四星 也有分离岛度假村 对 也有郊区的度假村 对 不同的规划 因为我不知道沙巴现在的 现在的发展的观光旅游发展的情况如何 不过以你们经营十多年来讲 我跟你讲沙巴现在应该 应该观光旅游业都很发达了吧 饭店应该很 饭店系统应该很齐全了 是 所以如果 如果去玩就算是鸡家酒 要订个很好的饭店也都可以订的到 可以 所以就是说吃住的这些环境现在都OK的 没问题的 那沙巴的天气我们也问了 吃也吃也问了 那那沙巴的这些呢 这些治安跟他的 跟他的其他的这些交通条件呢 在交通上的话 因为我们旅游团大概都是会包车让客人出去 对 那如果客人有想要自己出去逛街的地方 在那边如果搭计程车也都是很方便 治安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 那一天就一个行程吗 对 沙巴的行程都是安排一天一个行程 为什么 这个那你要引导我想象一下 我的想象是OK 我搭了一个多小时车我去看长鼻喉 难道跟长鼻喉就对看看一天吗 但是因为长鼻喉在那个地方 我们还有安排下午茶 还有安排萤火虫 所以大概会在那边待个四到五个小时不等 对那加上来回的车程大概也就是半天了 那你要看到萤火虫都要等到晚上啊 大概七点 就看到萤火虫才回家就去了 对对对对 那泛舟呢除了泛舟之外干嘛 泛舟我们还有安排一个绳索 像空中飞人 对有一个绳索的活动 那小孩老人也可以玩吗 可以如果不怕高的 对了如果我坦白讲 如果以我的个性来讲 我会还蛮enjoy的 但是我不敢说每个人都敢玩 对 好所以这些应该都是在沙巴旅游 比较独特的部分 是 好最后要讲到重点 因为刚刚你说四套产品里面 除了那套两万块不到的 那个基加酒 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也太不见得喜欢一个跟团 是 基加酒对它来可能很方便 对 好那如果基加酒的话 那这套的产品可能是我听过的 不要说沙巴了 在东南亚行程里面来讲 看起来是很超值超划算的 两万块不到然后还送一个tour 送一个离岛的tour 好那其他的三套产品的价格呢 最便宜的也没有到两万五 不到两万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不是基加 那吃醋跟所有的这些的行程的内容都一样吗 对 吃喝玩乐全包 那其他两套产品的比较高档一点的呢 高档的我们有安排办自由活动 让客人可以在五星期的度假村里面 对没有排满 那这样的价格大概多少钱 大概三万出头 你说的这都是涵盖双十节假期 是 好所以现在如果安排双十节假期 因为是有四天的廉价 如果再加个一天 再请个一天假呢 就可以去沙巴这样的玩 对 这个价格OK 因为听起来应该很有吸引力 好但是呢 这个吴凯文刚刚跟我讲 就是说如果是非得早餐的听众 还有特别的saviso 你要讲啊 要不然时间时间过了 没有讲到 就不知道怎么找你 对 然后 对如果各位听众 如果在听完非得广播 对非得电台 对沙巴有兴趣 欢迎大家打电话到分答旅游 好分答旅游 分的就是那个饮料的分答 然后呢通关蜜语呢 通关蜜语是10月9号冲沙巴 我要优惠3000块 每个人可以优惠3000块 每一个人 这四大产品都可以 都可以 真的吗 真的 诶那个我刚刚讲 那个最便宜那个 2万块不到了呀 也可以 还可以再优惠3000块 是 只限定非得电台的听客 没有名额限制吗 没有 你讲真的讲假的 真的 那这样子你会 你可能会接到很多电话 没关系 好吧 吴凯文看起来就 很有气魄的样子 吴凯文就很有那种 大解头的气魄 讲了就算数 好所以 但是你们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 我最后问 那10月9号 你们出多少团 我们出了 目前大概已经有四五团了 四五团 对 那还有多少名额 大概还有 二三十个左右 二三十个名额 对 好 OK 我估计呢 二三十个飞碟的听众 应该可以把你塞满 好 那除了刚刚提到 你可以跟这个 芬达旅游打电话 这个2560-1858 那去跟芬达呢 去订产品之外 另外 那2020呢 2020年 马来西亚旅游年 是一个这个活动丰富的年度 那马来西亚的这个观光局呢 他们也呢 特别呢 针对台湾的这些呢 的马来西亚的粉丝们 那提供了一些呢 一些优惠活动的想法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2020马来西亚旅游年资讯 或是旅游套装的行程 那请下呢 马来西亚观光局台湾官网 就你可以上到官网 或者是脸书的官方的粉丝团 好 那你就可以呢 查到呢 更多的行程 更多的优惠 感谢凯文来 是 谢谢 进广告 回头之后 我们来访问世界末好 非得不忘非得早餐 我是南家楼 好 那今天礼拜五的时间 9月13号星期五 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 是中秋节假期 不过呢 今天的7点钟的时段 那我们的旅游的单元 那后面的这20分钟的时间 是我今天的重点 因为我在 我在两个礼拜前 我就搭了这条邮轮 这条邮轮叫世界梦号 它在高雄上船 对我来讲其实很不方便 都在基隆 都在基隆大方便 很多 开着车我就到基隆港 可是 因为在高雄 而且刚好就那四天的假期 我就 因为碰到这个 立新的这个副总裁 那刘晓宁 晓宁呢 就跟我说 我们那条船呢 这个最 今年的最后一个航子 在高雄 他说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 我就 我就 犹豫了一下 就好 我就扶老西 我就下去 他 给我几个 几个特别 第一个就是当我在要上游轮 我发现哇高雄上游轮这么多 是一个很不错的市场 四千多人 对 超过四千人 我坦白讲 我在游轮上面 碰到不少我的听众 因为在高雄上船 所以大部分都高雄人 那有人跟我讲说 我告诉你大概有 有半个高雄的 后亚人都上船 这个是一个 一个你们游轮的客人 跟我讲讲 他说因为他来的时候 发现 跟他一样的后亚人 都一半都在船上 好 所以那因为是 因为是世界梦好 他比较luxury 那大嘛 难得来高雄 我发现高雄人 真的就是 就是很买单 那很引致 那样的行程 好 那走台湾海峡 然后往北走 到纳坝 然后回程的时候 在石渊岛 石渊岛停 然后再回到高雄 这趟的行程 除了发现 台湾人真的很爱玩游轮 好 来今天介绍我们到现场的 两位的来宾 除了刚才在跟我讲话的 云岭游轮集团 在台湾的 这个业务部的副总裁 刘晓宁 晓宁是老朋友欢迎 唐大哥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好 晓宁 我从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还很小 现在已经长大 她是我以前的邻居 就住在我们的 我们的对面的大楼 好 但今天更难得的是 云顶游轮集团的总裁 特别来到台湾 也特别来到飞铁早餐 你第一次上台湾的节目 对不对 是的 第一次 好 来介绍云顶游轮集团的总裁 朱福明 朱总裁 欢迎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电台 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 你平常在 因为小林我跟她很熟 我就不理她了 我问你好了 你平常在香港 对我们总部在香港 那这次世界梦号来 在台湾这一次开了三个行次 对不对 今年三个行次 三个行次 对 三个行次你们的反应呢 反应非常的热烈 你们怎么样评估这三个行次 在你们预期之内吗 我觉得有一个 出乎我们的意料 超乎预期 超乎预期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是安排了两个行次 一个在高雄 一个在基隆 对 那后来在高雄 卖的不到十天就卖完了 那高雄卖的比基隆还好 这比较快一点 因为我们在基隆的时候 今年的三月份 四月初的时候 我们有另外一条船 这叫探索梦号 探索梦号 来这里走了三个行次 等一下 探索梦平常是在哪里 探索梦原来是我们的处女型号 我们后来升级了 升级了把它这个花了 将近有6500万美金的这个投资 那第一次下水以后 第一次航行就来到了我们基隆 好 不过世界梦号终究还是一条在亚洲数一数二的大船 那这么大的船 因为它船长很多 然后设备也很好 我那个时候你们要来台湾 要来开这两个行程的时候 我没有跟小林讲 不过我那时候在想说 台湾真的有这么大的邮轮市场吗 后来都还是塞的满满的 对不对 对我们这三个行次都是满满的 都是超过了4200人 一个行次 那说明就是说台湾的游客 非常懂得怎么去欣赏游轮 怎么去玩游轮 因为这个市场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我们升级了将近有22年的时间 对啊 所以台湾的游客 对我们的姐妹品牌 立新品牌很熟悉 是的 那么世界梦号 我们新梦品牌 也是一个新品牌 有两年多的时间 那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就得到台湾游客的 很好的这个口碑 因为我们在香港运营的时候 台湾客人已经在香港 搭乘我们世界梦号 云顶梦号这两条船 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品牌 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想因为过去 如果你要搭到 搭到不管是云点梦或世界梦 其实要费点功夫 因为你大概都要先搭飞机 到新加坡或者搭到香港 但这两条船 第一个它很新 它设备很新 它的规划是很棒的 这两条船上面都有行政套房 它甚至还有 可能在游轮上面 独一无二的Villa OK 你住在Villa里面 除了非常大的空间 非常好的视野 非常好的服务之外 里面Jacuzzi 三污染 通通有 那个大概已经是 已经是游轮旅游奢华的 很极致了 好 那因为过去你可能要搭飞机到香港 你才能够搭游轮 过去它多半都是走南海 我看你们的行程里面 走越南 也有走海南 对不对 越南和菲律宾 OK走这些地方 那这次到了台湾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 最少省掉了 就搭飞机的时间跟金钱 所以台湾人对这条船 这次三个航次在台湾 显然趋之若鹜 好 那你们明年就做了更 更大胆的规划了 明年有几个航次 明年我们总共有十个航次 十个 对 过完年 你说光世界梦好 光世界梦好 十个航次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过完年 就二月初开始 就是农历年的时候 就有行程 对 所以寒假的时候就可以搭 寒假的时候就可以搭 那怎么走呢 因为寒假的时间 往北走的比较少啊 因为风浪比较大不是吗 对 但是去这个纳巴还是 还是可以 因为船大嘛 船大 对 船大 对啦 因为你搭这种船 坦白讲 你坐在那边 你喝酒喝饮料 那个水杯都不会晃的 是的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感觉的 你搭这么大的邮轮 在船上的时候 你基本上不用考虑 就会不会晕船 我有问题 因为你对船的摇晃 不会有感觉 因为它太大了 好 那这样子 明年的十个航次 你们从二月份就开始 那因为今年已经试过三个航次 你们已经知道台湾人的疯狂了 那明年的 明年的这个十个航次里面 包括时间 那包括 包括价格 包括你们的这些呢 配套的规划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因为今年的话 应该是说 我们的就是台湾的旅客的话呢 也是有应该都发现到是说 这个世界梦号是以台湾为母港 以来是最大的一艘 最大的一条 对 差很多 你们那是十五万吨 十五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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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呢 在就是这么好的 这么热烈的回响之下的话 那我们明年的话 有一些特色的地方 比如说是我们在三月份 就会三月二十三号 跟三月二十八号 就各有一个就是赏银的一个行程 分别是六天五夜 跟就是五天四夜 跟六天五夜 哇那这还蛮有吸引力 行动吗 真是行动 可是响银 对那那那那你要停哪些地方呢 我们其实 纳坝 那还是有纳坝 有一个行程的话 就是三二三 我们去纳坝 跟这个鹿儿岛 鹿儿岛 对 然后三月二十八号的话 这个行程的话 就是我们去了这个鹿儿岛 然后还有广岛 广岛 OK OK 都已经到了 到了日本的本岛的部分 这就是六天五夜 对 因为因为赏银是从南边开始赏起 赏风的话 是从北边开始赏起 所以明年你说 你说三月份就有这两个赏银的行程 对三月份会有 因为正好就是樱花季 那当然其他的行程的话 就是还是说一个比较短 就是我们讲的比较短程 可能就是差不多四天三夜这样子 这还蛮有吸引力 就是搭邮轮 搭豪华邮轮去赏银 在台湾人大概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对 而且因为您自己体验过嘛 就是说船上的 它的这个设施的话 它有非常非常丰富 然后包括是说 我觉得是说从 就是小孩 到是说可能到八十岁的 这样子的乐龄族的族群的话 都很适合 光一个滑水道 你上次我记得您有提到说 你儿子也很喜欢滑水道 他可以滑二三十堂 但是因为它总共有 比如说五条 对是给成人的嘛 然后另外有两条是给小朋友的 所以其实在 就光是说滑水道 它的精彩程度 然后你其实在户外就很多了 然后我们在 比如说有酒吧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表演 娱乐表演 这些话都是 对 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今年有发现 是说有些客人 其实反而是抱怨一件事情 我没有时间在站上 时间不够对不对 对啊对啊 就这个是 你四天三夜的时间 听起来很长 但其实并没有很长 因为你从高雄中午开船 我就发现时间过得很快啊 就刚刚上船的时候 老人家会觉得说 四天三夜船上要干什么 可到后来他觉得要回去了 他就觉得 觉得怎么会这么快 那当然因为船上的这些 包括最后的那个晚上 你可以到甲板上面 开开party 方方烟火 烟火 好 那个感觉基本上都是一个 happy ending 那你在船上的好处就是说 对老人家小孩来讲 第一个你不要怕无聊 第二个不用怕累 因为老人家有的时候 电池旧了嘛 就是他当然就说 可能每隔几个小时 就要去充电 那你如果一般的旅游 陆地上旅游 那个就很麻烦 因为他找不到地方充电 但在邮轮上很方便 你把它送回房间去充电 都可以 你就继续玩 没有影响 所以在游轮上面的旅游 他会比较有弹性 你也不用拉行李 那不用觉得呢 我要再拉车 那个方便度呢 尤其适合家庭 尤其适合家里面 同时有老有小的一家人的旅游 特别方便 吃的选择也很多样 你要你如果有的人吃这个 有人吃吃那个 或者几天的时间 你要换一些食物 你一般自己去规划旅游行程的时候 你很难面面俱到的都挑到一家人 都觉得喜欢吃可以吃的餐食 或者配合家人的时间 你一般的旅游规划不太容易 但是游轮上面办得到这一点 你任何时候你想要吃 你都可以吃到你要的东西 而且quality 当然都一定在水准之上 我记得有一两三 他们觉得超过他们想象 所以我就说 一艘大型的游轮 像我们这个世界帽 15万吨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地 所以你要在船上 不下船也可以 不下船 因为有很多刚才你们讲到 吃的玩的 娱乐 show 等等 都是很适合你不想下船 对我同意 就是说 尤其如果 当赏音令当别论 但如果有一些的停靠点 比如说过去我搭立行邮轮 我去过像石原岛这地方 我坦白讲 第二次去我就不用下船 因为石原岛并不大 那你可能 其实我这次还是下船 我还租了车 石原岛我还是给他开一圈 去享受吧 对对对 我还是开 因为那是诱驾嘛 那个然后要租车等等 是还蛮方便的 其实刚开的时候 有点醉醉不安 好 那你即使留在船上 你不会无聊 你要看秀 你要吃 你要玩 都非常的方便 好 今天来在我们现场的 两位的来宾 除了老朋友 云顶邮轮集团 台湾的力兴集团 业务部的副总 刘晓宁之外 另外第一次 来到节目的现场 同时他也是第一次 接受台湾媒体的访问 我们进广告 回头之后 继续跟两位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谭家龙 今天在我们现场呢 除了这个刘晓宁之外 另外 云顶邮轮集团的 这个总裁 在平常的人在香港 朱府民朱总裁 今天呢 特别到台湾 也特别来到 非得早餐的现场 好 那刚刚呢 问朱总裁就是 那你们明年的 这行次 十个行次 这个是针对 针对世界梦号的规划 对 好 那除了过年期间 除了嗓音之外 夏天的行次 现在都已经订了吗 都已经订了 而且现在都 都可以去 可以报名 都可以报名 因为现在正好是 有招牛优惠的时候 怎么样的优惠 可以享受到 高达八千台币的优惠 真的 审八千块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通常是两个人吗 不过两个人 或者到四个人 四个人 最多可以住四个人 可以省到八千块 是 好 这个因为以今年 你们这三个行次的 就是说满定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对明年的 邮轮旅游 如果说有规划的话 现在可能就要早点下手 对 要尽快 尤其是我们的皇宫套房 那个皇宫套房 那个可能会超乎 很多人想象 是的 它是一个 真的是我们独一无二的 在亚洲游轮上面的 一个奢华的一个产品 它是传宗豪华船的概念 总统套房只是 它其中的里面的一间 对 就是只是其中一间而已 就是你看它里面 甚至于那个地方之大 然后平台式的钢琴 我儿子在里面弹钢琴 幸好有人会来弹钢琴 然后你基本上适合就是一家人 那虽然 里面有两个房间 两个房间 两个套房 三套的卫浴设备 然后有jacuzzi 有你私人的这个 这个就是日光玉的平台的等等 那些人的空间 空间之大 是你在搭邮轮的时候呢 你无法想象的 当然你可以先上网 上上上你们的官网 上这个云顶的官网当中 你大概都可以先浏览一下呢 这些呢 这些房间呢 房型 最重要是找鸟的是有优惠的 好那除了 除了这个就是说 世界梦号之外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明年还有水晶邮轮 是的 那水晶是什么时候来 我们公司总共是有三个品牌 三个品牌 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我们的台湾 已经是跟20多年的 立行邮轮 刚才我们讲到新梦邮轮 新梦 那我们公司在美国的 一个品牌 叫水晶品牌 它是在国际上非常有名气的 它是环游 环游世界用 主要的航行都是环球 环球航行 就非常大的船 非常大的船 对 那明年的春天 它就会来到亚洲 包括我们台湾 那这条船会在亚洲停多久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的时间 那它会在亚洲跑几个城市 这个是在 主要是在香港 还有新加坡 新加坡 巴厘岛 东南亚 东南亚 这一个月时间 就是一个行次而已吗 还是分成很多个行次 还是可以分段的 它是有开始可以分段 但是它会跑几个国家就是了 跑几个国家 那水晶跟我们刚刚讲的世界梦号 它有什么不同 世界梦号是一条大型邮轮 它是15万吨 但我们水晶的时候是比较小 但是比较精致 它的房间都比较大 因为它是奢华品牌 所以它的主要的客源 以欧美客人为主 但是我们台湾的客人 早就认识了水晶这个品牌 他们在十几年以前 就开始在参与我们这个邮轮 而且台湾市场是在亚洲 整个市场里面 我们水晶邮轮的市场 最大的就是台湾市场在亚洲 因为不管是原来立新的航程 或者是云顶的航程 或者是水晶的航程 现在在你们官网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了 对 都是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说跟我们的 就是旅行社 合约旅行社 他们来做洽询也是可以的 对 好 那早点又会到什么时候 其实这个世界梦号的话 它是到9月底 其实我们在9月底前的话 除了这个美房最高 可以折8千之外 针对于是说 就是露台房 跟露台房以下的这些房间的话 内侧还几个露台 它还有就是第三人免费这件事情 第三人免费 对 好 因为刚刚 但是就是限量 刚刚就说 朱总裁特别提到了世界梦 或者新加坡的云顶梦号也是一样 都有各有两间的 这个皇宫套房 那个皇宫套房 我很难三言两语讲 不是 皇宫套房 其实我们有160间 160间 那它是皇宫别墅 对 皇宫别墅 叫皇宫别墅 皇宫套房 其实在船上 大概都有160几间 但是在皇宫套房里面 有两间 是最特别的 是皇宫别墅 在船上的别墅 你可能很难想象 所以我也很难 三言两语跟你讲清楚 你有管家 对 有管家 我建议你就是先进官网看一看 看一看之后呢 你再详细询问一下 因为那个luxury是超乎你想象的 所以如果你的 OK 你就想体验一下最奢华的旅游 在亚洲大概就只有那两个套房适合你 好吧 今天非常感谢 除了这个老朋友刘晓宁之外 另外呢 今天第一次 来到就是非得早餐 也第一次接受呢 台湾媒体的访问 云顶邮轮集团 他平常在香港 云顶邮轮集团的总裁 朱富敏 朱总裁 感谢 谢谢唐大哥 欢迎参加观众 OK 好吧 那如果要订的人 就这个时候呢 就要赶快 您要订哪一个赏音 我对于那个赏音 那是很有意思 给你流汤 对 我再跟你说 OK 感谢两位来 因为我之前去搭过了之后呢 我敢于非常热情的推荐给大家 因为那个真的是非常适合 就是说那家庭旅游的 对 全家大小 而且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旅游 不管是呢 很独特的这个水晶 或者是今年来的 然后呢 得到非常大的成功跟评价的 这世界梦号 或者是呢 原来的这个立新邮轮的保评信号 明年的行程呢 都已经呢 都开放了 那要订的话自己就上网 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 我们进广告